爆米花 是活泼的 是有盼望的 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 爆出生命的色彩 享受欢乐的时光 嘿 我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 弟弟妹妹 欢迎你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你有没有曾经在各种路标 或者招牌上面 看见过诺贝尔 这三个字呢 有很多的学校啊 奖项啊 或者知心姐姐还看过 食品工厂 都是以诺贝尔 当作名字的 到底诺贝尔起初 是个怎样的人呢 为什么 直到今天 大家都还喜欢 用这个名称呢 今天在巨人的秘密当中 知心姐姐就要告诉你 这位诺贝尔先生 他的秘密 听说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 更远 但是 要怎么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 那么 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呢 请听 巨人的秘密 诺贝尔 他的原名叫做 阿尔弗雷德 伯恩哈德 诺贝尔 他是一位瑞典人 这个名字 当然也是从瑞典语翻译过来的 他是瑞典非常有名的 一位化学家 工程师 发明家 军工装备 制造商 还有细枣土炸药的发明人 哇 这么多的头衔 有没有把你给吓到了呢 没关系 其实诺贝尔 他小时候 跟我们每个人 没有什么不同 他家里 原本有八个兄弟姐妹 诺贝尔 是排行老三的一个小男孩 可是他们家 家境非常的穷困 小朋友常常生了病 没有钱能够医治 所以八个小朋友当中 有四个都不幸过世了 而诺贝尔 他自己小时候 也体弱多病 他有癫痫 还有气喘的毛病 九岁的时候 还得了脊骨软弱症 也就是骨头软弱无力 加上家里头没有钱 让每一个小孩 都去上学读书 所以 小诺贝尔 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呢 他大部分的时间 只能够躺在床上 也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 一块儿玩 所以 诺贝尔的个性 一直都有点害羞 萎缩 诺贝尔的爸爸 是一位优秀的化学研究师 以及机械发明家 诺贝尔跟他的哥哥 从很小的时候 就跟爸爸一样 对机械工程很感兴趣 所以 只要他们的健康状况 许可的时候 虽然不能上学 他们都会到爸爸的工厂里 当学徒 学习跟机械有关的知识 诺贝尔跟着爸爸 哥哥 一块儿研究 炸药的技术 不过 因为是研究 炸药嘛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发生意外 不小心爆炸 所以啊 曾经有一次 他们在家中 研究炸药的时候 不小心就爆炸了 把附近邻居的窗户 都炸破了 大家很害怕 也很生气 于是爸爸 便带着全家人搬家 搬到了远远的 俄国的圣彼得堡 搬到了俄国之后 诺贝尔终于可以上学了 他在学校里 学会了流利的英文 法文 德文 俄文 到了18岁的时候 诺贝尔还得到了一个 前往美国留学的机会 他在那里 学了四年的化学 然后又到了法国 学了三年的发明 他想要发明什么呢 原来 诺贝尔一直很想要 研究出稳定的火药 可以用在各种爆破工程上 譬如说 当我们要开一条公路 要凿隧道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强力的火药 来炸开最坚硬的岩石 留学结束 诺贝尔回到了瑞典 他的家乡 跟哥哥还有弟弟 一块儿继承爸爸的工厂 继续研究新型的炸药 不过 就在诺贝尔31岁的时候 他们的工厂 意外地发生了一场大爆炸 把整个工厂 全都炸个粉碎 有五个正在工作的人 不幸被炸死了 其中一个就是诺贝尔的弟弟 诺贝尔自己虽然毫发无伤 他的哥哥却被炸断了一条腿 从此带着残疾度过一生 可是诺贝尔却没有因为这个意外 而被吓倒 他没有退缩 也没有放弃 反而更加努力地来改进他们的炸药 附近的居民 因为他们的工厂爆炸 要把他们给赶走 诺贝尔只好把他的研究室 迁到一艘大轮船上 他租来这一艘大轮船 把他停在一座湖的正中央 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 切而不舍地努力 有一天啊 诺贝尔在实验当中 不小心把手指头给割破了 于是他在伤口上涂上一些胶棉 来阻止伤口继续流血 这种胶棉只要曝露在空气当中之后 就会形成一种坚韧的薄膜 保护他的伤口 那一天实验完之后 诺贝尔随手就把他用剩的胶棉 倒进了另外一个装有消化甘油的容器里 没想到这两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 竟变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酱状物质 诺贝尔意外地发现 把这种好像酱壶一样的东西 拿来制作炸药 它就能够记安定 威力又非常强大 不止如此也因为它的质地很均匀 爆发的时候很精密 能够给这个炸药正确地推进力 所以命中率大大的提高 诺贝尔把这种他偶然间发明出来的炸药 命名为爆炸胶 这种爆炸胶就是今天飞上太空的火箭 它的燃料始祖呢 由诺贝尔所研发出来的强烈炸药 带给人类社会的文明好大的进步 这种新型炸药被用在各种土木工程上 还有矿产的开采上 同时自然也在军事武力上面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世界各国都好需要这样的新炸药 纷纷向诺贝尔订购 于是诺贝尔决定在世界各国都设立炸药公司 以他自己的发明为基础 建立了巨大的财富 人们发现他不但是一个发明天才 还是一个企业天才 更难能可贵的是 但是诺贝尔并没有把这么多的财富 全部都留给自己花用 他进一步地想出 要把这些财产跟荣誉 留给后代世人的方法 他设立了诺贝尔奖 他用他全部的财产 创立了一个基金会 利用这一笔巨款的利息 提供了五项奖金 颁发给每一年 对于化学、医学、物理学、文学 还有和平的贡献上 成就最高的人 而且是不分性别、种族或者国籍的 所以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 都可以争取这五项诺贝尔奖 这五个奖项 前面四个看起来都很像学校的学科 而最后一个和平奖 好像显得有点突兀 其实 诺贝尔设置这个和平奖 正是因为 当他年纪越老的时候 他发现 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们 总是拿他的发明 来制造军火 跑弹 互相杀来杀去 炸来炸去 他看到自己的发明 被人们用来屠杀别人 他非常的痛心 悲伤 所以除了奖励那些 在学科上面 有伟大发明的人 他也要奖励那些 致力于为世界 缔造和平的人 老诺贝尔 最后一直活到63岁 他过世的那一天 是12月10日 所以 从他过世之后 每一年的12月10号 都是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 由瑞典的国王 亲自来主持 这也成了 人们每一年 每一年 都能够听见 诺贝尔这个名字的原因了 亲爱的弟弟妹妹 愿天父上帝 也赐给你 一颗勇敢 有智慧的心 在追逐梦想的旅程上 愿意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 知心姐姐 下一次再与你 爆米花空中相见了 拜拜 天使向他回响 天地都来尽快怕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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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虽不见你 虽不见你 输不到你 但是我知 你正在推我地狱 是你身影 宛柔花雨 再度填满 我心灵中的极客 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 你知道 现在你可以从哪两个网站 收听到爆米花节目吗 第一个是救恩之声 救是拯救的救 恩是感恩的恩 声则是声音的声 你可以上网搜寻 救恩之声的网站 第二个是良友电台 良是优良的良 有是朋友的有 欢迎造访良友电台的网站 透过救恩之声和良友电台 让我们一起继续相约在爆米花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